我听谁听代库他那些字 大家好 那么最近新推出了这个FLUX这个大模型 它是可以配合这个Conf UI 去做这样的一个一致性的一个角色 那么以前的视频 我们已经讲过如何去训练 这样的一个一致性角色这个模型 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如何使用这样的一个工作流 那么首先我们这里要导入一个谷歌图片 然后在这里导入你的这一个参考图 也就是说你想做什么角色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张图片给它导入进来 然后关于这些模型 如果你有什么缺失 你可以通过这一个网络搜索 当然你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社区 寻求这个帮助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要加载一个模型 那么这一个模型在哪里下载呢 我们打开这一个网站 我们下载这样的一个模型 然后我们将这个模型复制到这个CountryNet的一个目录 然后将它的名字改为这样的一个 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工作流 我们导入这一张图片以及这一张图片 然后通过这一张图片得到了一些谷歌图 然后通过这个谷歌图产生了这一个人物 但是这个人物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很多缺陷 比方说这一个裤子这里对吧 是红色的 那么它这是使用的一个是SDXL的一个模型生成的一张图片 然后我们加载到这样的一个FLUX的大模型 我们在这里选择这个FLUX的大模型 然后其他设置保持无论不便 如果缺失什么文件 文件你就下载什么文件即可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是一个提示师的一个输入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角色就产生了 那么在这里它是使用了一个放大的一个节点 通过开启这样的一个节点 我们当然也可以选择关闭 我们在这里选择这样的一个开启 然后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一致性的一个角色 当然它是一个一致性的一个角色还存在一点缺陷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对这样的一个一致性角色的这个人物图片 进行一个修复 那么我们点击这张图片往上拉 然后选择这个保存 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如何修复这些缺失的一个内容 首先呢我们在这里要设置一下 我们选择这一个大模型 然后采样器我们要选择这样一个 然后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一个宽选工具 给它宽选之后 进行一个图谋上色 然后我们将这一个内容给它复制上去即可 我们用吸管工具吸取一下这个颜色啊 给它弄一下 然后它会对应的在这边产生一个新的一个颜色 我们需要稍微等待一下 当然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输出 那么它这个大模型的话是很耗时间的 所以说我建议啊 一般就是用这个大模型来进行二次的一个修手 或者是啊 就是专门使用这个模型进行修复工作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头部 它就已经被修复了 那么当你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 非一致新内容全部进行修复之后 你就可以导出这张图片